宫廷一文,此女22岁封贵人,竟因一个爱好,而被活活吓死。 导读现代社会人们在看恐怖片时,可能会受到惊吓,如果说能被吓死那就有点夸张了,不过在清朝有一名妃子还真的就被活活吓死了,而且这名妃子还,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爱好,正是这个爱好。 令其梦断圆明元他是道光的常妃姓,赫舍里士赫舍里士是一个古老的满洲姓氏,清朝历史上也出过不少名人。 比如说康熙初年的辅政大臣索尼和他的儿子索德图,以及康熙的结发之妻孝成人皇后就是来自于这一家族常妃赫舍里士,比道光小了26岁之多,不过这种男女年龄差距在古代皇宫是很正常的。 毕竟道光皇帝也是一个标准的洛历控,道光初年赫舍里士通过八旗选秀进入大清后宫,可能是出身低位一,开始只是答应霍长的一类的低级嫔妃。 道光九年22岁的赫舍里士被册封为贵人,不过这赫舍里士却实在入不了道光的法眼。 此后中道光一招赫舍里士再也没有获得寄生,更不要说为其生下一难。 伴侣了咸丰继位后,按照对前朝皇帝妃嫔,进行尊丰的惯例,赫舍里士被尊丰为皇考长嫔获得内庭主位,竟然是依靠皇帝的去世,不得不说也是一种悲哀啊。 咸丰十年,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,在此之前,咸丰皇帝早就带着皇后,姨贵妃,独子戴纯,以及众多臣子,逃到了热河避暑山庄,令人疑惑的是,长平赫舍里士却留在了圆明园,当强盗一般的英法军队闯入圆中时,赫舍里士哪里曾见过这样的场面,竟然受惊而亡, 堂堂大清皇帝竟然被活活吓死,而且还是大清天子的母妃,这让咸丰很没有面子,但却又无可奈何,他能顾得上自己就已经很不错了。 于是,咸丰立刻下旨将长平赫舍里士,先于田村并攻草草埋葬,不过没过多久,苦命天子咸丰也离开了人世,他再也没有返回紫禁城,同志继位后,追封赫舍里士为长妃,并将其牵葬到了暮东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